字幕的字幕 李宗盛 阿羅哈 大家好 歡迎來到Logic Luther普擊站 這次站是第七站哦 我們這一站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把上一站這個波浪 這個I run 來用在歌裡面 看看它可以放在哪邊 那大家複習了嗎 第一個呢 技巧它是用石子去刷 還記得這個技巧嗎 那我們要運用的歌呢 是我們第五戰用的淚光閃閃 我們看看要怎麼用喔 第一個呢 這個技巧 這個波浪可以當作一個開頭 你就可以相當一個畫面 有孩唱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歌 把這個琴音再放出來 那我們試試看淚光閃閃前面的前奏要怎麼彈 第一個呢 我們先拿一個F和弦 F和弦呢 你可以把十值放在第二弦第一格 然後中值呢 放在第四弦第二格 接著加一個五名值 第一弦第三格 然後呢 接下來接一個C7 把你的中值挪到第四弦第三格 再一次 然後再彈 這是它第一個作用 然後呢 它第二個呢 可以放在結尾 OK 那我們先把結尾的這一段先教大家 這一段是這樣 好 第一個呢 我們要按 降低音maj7和弦 那我們把十值放在第二弦的第一格 然後呢 中值放在第三弦第二格 五名值放在第四弦第三格 然後它的旋律是 FA 然後 這邊沒有和弦 回到F全部刷因為你要凸顯L 接下來是 還是一樣 凸顯F 回到F和弦 凸 凸顯凸 所以要彈四三弦凸 C在第一弦的第一格 放開 接下來放個Gm合弦 你的小指要在第二弦第三格 中指在第三弦第二格 補名指在第四弦第三格 頭弦S 所以要刷四三二弦 C合弦 不按 我們彈四三二弦凸顯 波浪要放在哪裡 彈完之後呢 我們放在一個Fmaj7和弦 把十指封閉在第五格 然後加一個無名指在第一弦的第七格 輕輕的波浪不要太大 我整個彈給大家聽 就是 這是波浪 第二個技巧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也拿結尾做一個舉例 第一個作用它可以 大拇指它比較靈活 比較方便使用 所以它可以用在時間比較長的音符裡面 比如說我這個和弦它可能會用到兩分音符或是四分音符 這個時候我們在刷的時候它比較自然一點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比較是抒情 比較是自由的拍子來彈 對 結尾也可以用這個 另外提醒大家一點 我們大拇指在刷的時候呢 跟我們刷和弦的弦的數目是一樣的 比如說 這個地方我們不能刷四條弦 因為也要突顯旋律 所以我們要刷的是三條弦 同樣的效果 希望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把這個效果呢 應用在你的彈奏裡面 謝謝 那些效果 對 太多人 最好 可以先拍照 您了解